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物质 至于石墨西的由来 追逐历史的话是 1947年 沃伦斯从理论上预演了这单层碳原子六元化的存在 并且这种结构具有其独特的电子学性能 随着预演 众多的科学家和科研组去研究 石墨西这种结构具有的其他性能 比如说导电性能 导热性能 力学性能等等 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 我们这个Hans 这个团队还有其他人 就命名了这个单层碳原子结构叫 Granford 这石墨西的概念 和这个名词 从此诞生了 也推进了这个课题或这个新材料的进一步的研究 更深入的研究 但是有个遗憾 这真是理论上的研究 理论上的计算和模拟 这种物质是真的存在吗 很多的科研组持续不断地去研究 研究研究 结果 在04年 Game所在的团队 通过手撕胶带这种机械剥离的方式 发现了石墨西的存在 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现 证明了理论 议算模型的存在 这种物质的真实的存在性 接下来 这个更加热烈的一个研究 随着石墨西这个物质的发现 应允而生 到了09年 我们通过CVD成绩法 发现了或者制备了 高品质的大面积的单层石墨西 所以说 从科研的整个研究过程来说 可以画了一个 阶段性的 也很好的一个结果 因为庞大的这么一个发现 它优异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能 在2010年 两位科学家 获得了诺败物理学奖 这是石墨西的由来 在行业内 它分为两种 一个叫石墨西粉 一个叫石墨西薄膜 石墨西粉 在我们圈里叫南石墨西 石墨西薄膜 叫女石墨西 南石墨西 比较糙 石墨西薄膜 能看透 但也看不明白 又精致 号称女石墨西 不过是石墨西粉体 里面的电移材料 以导电器的中等方面里面 还是淡化 阶能环保的产业里面 对它一个深远的广泛 比如说科研上 甚至产业化上 都有这个进行用 对于石墨西薄膜 在晶体管 器件 集成电路 相关的拥有的科研研究 也是日益增长 涌现了非常多的这个 科研成果 在产业化之路 也在纸上行走 石墨西的研究 在国际上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欧盟推荐了 启动了这个石墨西的 起见计划 日本韩国也进入了 很大的一个投入经历 投入研发 话说到中国 最关键的一个政策就是 在2012年 我们工薪部 推出的这个 新材料的 十二五发展规划里面 首次提出了 重点发展石墨西产业 随着这个政策的出台 我们国内的 不管科研团队也好 产业化的企业也好 纷纷地进入了这个赛道 特别是到2015年 我们的国家领导人 去英国麦车斯特大学 去访问和调研回来以后 就年底 三部委联合出台了 这个关于 加快石墨西产业 创新发展意见 对一个新材料 占到一个很高的高度里面 所以推动了 这个产业的一个 蓬勃发展 完整版新制视频 请这一刻 TalksAPP观看